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才是我朋友啊 不 你才是我朋友 有差吗 当然有差啊 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国王的朋友 你是我的朋友 所以我是 國王 我封你为我永远的歧视朋友 受封 蹲下来 要跪下来 等一下 当国王有这么值得高兴的吗 那是当然的 那可不一定喔 等一下我们听完故事就知道咯 那我们就来 听故事咯 从前从前有一片广大的土地上面 有五个国家 第一个就是黄金国 他们就像是有钱的爆发户一样的国家 因为有钱所以非常的骄傲 认为有钱就是老大 再来就是青山国 是个有大量木材资源的国家 人民非常爱亲近大自然 还有黑心国 因为国家在高原上面 没有什么资源 所以明显的国王满脑子都想着 要如何攻打别人的国家 要夺取他们的资源喔 以及云梦国 因为他们有位于许多大湖边 人民衣食无忧 生活非常简单 没有压力 全国人民非常的和乐融融喔 最后是蓝衣国 因为国王自以为是最伟大的人 所以建立了许多麻烦的制度和祭典 让人民来遵守 介绍了五个国家以后 要介绍一只水鸟 它说 多么熟悉的城门啊 连城墙上面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 我都还记得 多么熟悉的地方啊 啾啾 有时候连梦里面都还会听到 从城里面飘出来的音乐声 啾啾 还有那个属于来一国人民特有的歌声 啾啾啾啾 原来啊 变成蓝色水鸟之前 他是十五岁的少年 他跟蓝衣国的人民一样 非常喜欢唱歌跳舞 他是一个非常乐观 开心的小孩 重点是 这个少年 他在变成鸟之前 他居然是蓝衣国的王子 哇 原来是王子啊 因为啊 这只鸟之前是王子 所以他非常熟悉 这个宫殿啊 于是呢 他就飞进了宫殿内 抢走国王桌上的鱼 原本国王啊 非常的生气 想要把他抓起来 给咔嚓 给杀掉 可是 大臣啊 却齐声高呼 蓝色的神鸟 降伏着蓝衣国 国王 这可是大大的吉祥啊 啊 国王听了以后 非常的开心 人民啊 也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也说 这个蓝衣国啊 国运昌龙 哇 因为有那个神鸟 飞到国王的宫殿里面 太棒了 所以啊 国王就把蓝色水鸟 养在宫殿里面 希望可以带来好运哦 有一天 蓝色水鸟 趁着国王起床散步的时候 他对国王说 国王 国王 啾啾 你知道我是谁吗 什么啊 你 你 你会说话 鸟会说话 不可能 不可能 一定是我在做梦啊 国王 你没有听错 我啊 就是被你的大臣追杀而死的王子啊 我 又回来咯 怎么可能啊 天哪 你 真的是我的儿子吗 嗯 当初我因为相信我的大臣 害死了你 我天天都好懊恼 不知道当初做的是对还是错 从那天开始 我真的好痛苦啊 我真的是你的儿子 你相信我 啊 对了 不然这样子 你看哦 嘿 下 叹叹 哇 这蓝色的水鸟话一说完 就变成了王子的样子 原本国王还以为他是要来报仇的 可是 这王子却说 父王 自从我的灵魂化作一只蓝色的水鸟之后 飞到各地去旅行 但是我的心还念念不忘我的祖国蓝一国 这一次回来 我是要告诉父王 黄金国的大军已经要打来了 妹 他们的军队非常的强大 我们只有趁他们渡河的时候攻击他们 我们才有胜算 不然 不然我们 我们就会被消灭的 哎呀妹 你到底在胡说些什么 你一定是要来陷害我的对不对 不是 你根本就是个妖魔 我不是 我不会相信你的 我不是 我真的不是 父王 当初你相信大臣的阴谋 诬赖我想篡夺王位 我不忍心违抗你的命令 所以 让他们把我杀了 妹 但是现在 现在我不是为了复仇 只是我不忍心再见到自己的祖国灭亡 妹妹 求求你 希望你这一次可以相信我 不要再依赖你那些奇怪的大臣啊 妹 这个王子爽着番话之后 又变为蓝色水鸟飞走了 国王正在怀疑的时候 有人突然通风报信 跟他说 皇亲国的大军已经正在渡河 国王立刻派出军队到河边迎战 虽然他想到水鸟提醒他的话 可是身边的大臣却劝国王 国王说 这个打仗应该要占大光明 光明磊落 不可以趁敌人在渡河的时候攻打他 国王听了 也觉得好像蛮有道理的耶 所以啊 在岸上等待黄金国的大军慢慢过河 但是没想到 黄金国因为太强大了 一上河就一举消灭了蓝衣国 蓝色水鸟站在一块高高的岩石上面 看着蓝衣国全军覆没 从此黄金国的士兵们 占领了蓝衣国 就在这个时候 士兵看见了蓝色水鸟 一阵乱剑起飞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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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 想要把蓝色水鸟 宰了当庆功宴上的鱼道菜 还好 水鸟的反应很快 躲过了围捕 但是啊 还是被箭 插上了许多的地方 它赶快飞离开 这个 已经被灭亡的蓝衣国 它悲伤的飞了好远好远 停在一个悬崖边休息 望着四周茂密的树林 它再也飞不动了 它打算在这里 找一个新的家园 她看到许多的鸟巢 在绿色叢林之间 他选择了一个最大的鸟巢 鼓起勇气 上下服冲 到了鸟巢之后 他才发现 这个鸟巢居然是青山国王的大帽子 他正在树林中指挥士兵 训练一些战斗技能 青山国的士兵 见到水鸟提在国王的帽子上面 都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不知不知不知 不过也因为青山国的人长久和森林为伍 所以对于一只鸟飞来和他们做朋友 都觉得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于是蓝色水鸟就在这一片青绿色的高山间住了下来 蓝色水鸟喜欢跟士兵玩一些训练反应的游戏 国王也因为可以训练士兵的反应 又可以培养他们的体能 所以他非常的赞同 蓝色水鸟在这里找到了可贵的友情 也找到了一个新的家园 可是他仍然记得那些令他伤心的往事 他担心逐渐壮大的黄金国会有攻打青山国的一天 于是他就飞到黄金国去打探军情 水鸟发现并吞蓝一国以后的黄金国成为当时最强的霸主 因为他们实在是太有钱了 全国都过着奢侈的生活 也因此黄金国的国力正在慢慢的衰退中 黄金国国王下令建造新的宫殿和花园来展现他的气派 打算要进攻青山国来取得木材资源 蓝色水鸟在黄金国得到了这些可怕的消息 担心青山国会跟蓝英国一样被灭国 他就建议青山国的国王主动向黄金国的国王示好 愿意帮他们盖宫殿 愿意提供木匠还有木材给他们 跟他们当永远的好朋友 国王我们可以把士兵藏在每一根空心的木材当中 随着木材运到要盖宫殿的地方 等待一个适当的时机内外夹工黄金国的宫殿 只要抓到黄金国的国王 这一场国土保卫战就有胜利的把握咯 你这个方法不错 我们就这么决定了 青山国的国王派出使者向黄金国表达 愿意为他们盖宫殿的心意 黄金国国王也接受了提议 但是他心中在盘算着 等到这个宫殿盖好就要出兵灭了青山国 但没想到这次黄金国的国王如意扇盘打创了 藏在木材里面青山国的士兵们 里应外合成功占领了黄金国 Yes sir 也因为水鸟成功阻止了黄金国的攻击 大家都非常尊敬蓝色水鸟 称他为国王的朋友 他也不再去想那些伤心难过的事了 从此以后青山国维持了很长很长的繁荣和安定 青山国国王也记取黄金国和蓝义国的教训 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哦 但一场无情的大火来得突然 这个青山国被大火烧了七天七夜 复打复打 烧的所有资源都烧光光了 复打复打复打 人也很多都被烧光光了 复打复打复打 青山国国王告诉水鸟 这把大火一定是黑心国放的 哈 你去飞向那个云梦国找救兵 咻 千万要早点回来啊 咻咻咻 眼看青山国陷入一片火海 黑心国的大军 呜一一岸耶 mun一一双 也趁机攻进青山国 走 蓝色水鸟的心情就像那片火海一样烂烧着 叛打 叛打 不停飞呀 不停的飞呀 不停的飞呀 飞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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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水鳥啊 它飛入一片湖畔的樹叢中 見到一個釣魚的人 這樣釣起一條大魚 哼 上高了 上高了 加油 加油 它的肚子實在太餓了 所以就忍不住衝了下去 把那條大魚給咬走 釣魚的人不但沒有生氣 反而哈哈大笑說 你的動作真快 算你贏了一次 藍色水鳥從湖中起來 而抖了身上的一些羽毛 抖了抖 抖了抖 把羽毛抖抖抖 朝著岸上一看 原來啊 坐在那裡釣魚的人 早就不見了 不久 來了一隊士兵 把他請到宮裡去 因為國王要見他 當他見到國王的時候 他嚇了一跳 那不就是剛剛坐在湖畔釣魚的人嗎 他居然是國王 國王啊 就笑著對他說 呵呵呵呵 我知道你就是青山國的那隻 國王的朋友 就 一直到青山國的情況 我已經派兵去救援你們了 不過 我想青山國大概難逃這次的災難吧 唉 因為啊 派去救援的軍隊 沒有再回來 青山國也被黑心國給佔領了 青山國的國王更是下落不明 藍色水鳥又失去了可以居住的家園 他失去了那些常常陪他玩遊戲的好朋友 他真的不知道下一步該去哪裡 雲夢國的國王看出了水鳥的心事 所以就勸他說 你去留在我們雲夢國吧 你不是國王的朋友嗎 嗯 我也是國王 我們可以做朋友的 我知道你有智慧 我需要你的幫忙 因為我們派兵援助青山國 已經得罪了黑心國了 這黑心國已經向人宣戰了 我現在就要封你為雲夢國的大使 希望可以避免這場戰爭 所以藍色水鳥就冒險飛往黑心國 但是黑心國的國王一見到藍色水鳥 就把他給關了起來 而且還假裝答應他的條件 但是啊 他就偷偷地派遣了大軍 想要攻進雲夢國 眼看著這黑心國就要發起進攻啊 藍色水鳥又被關起來 於是他想到黑心國有三個大臣 趁他們經過勞訪的時候 告訴他們 這雲夢國的國王是個好國王 他非常會治理國家 他很棒啊 三位大臣啊 如果你們可以幫助我 阻止這一場戰爭 就趕走黑心國的國王 那麼我可以說服雲夢國的國王 幫助你們幾個 一起來治理黑心國 是喔 是喔 是這個樣子的喔 因為啊 這黑心國的國王 愛猜忌又非常的殘忍 喜歡用陰謀和酷刑 來統治他的人民 所以啊 這三位大臣 也非常嚮往和平的生活 就決定把國王抓起來 解除他統治權 三位大臣啊 把藍色水鳥放了 並且把軍隊叫了回來 黑心國與雲夢國之間的一場戰爭 終於被藍色水鳥 和三位黑心國的大臣阻止囉 在藍色水鳥的建議下 雲夢國國王協助三位大臣 讓他們重新建立他們的黑心國 廢除了酷刑 使得黑心國的人民 不再生活在恐懼之中了 沒錯 雲夢國也提供了資源給黑心國 兩國達成互不侵犯的約定 從此 雲夢國多餘的錢 也用在改善人民的生活上面 耶齁 雙方維持了很久很久的和平狀態喔 藍色水鳥終於找到一個 他可以住一輩子的家 在這裡 他把他的智慧貢獻給國王 幫助國王把國家治理得更好 在這裡的每個人都很喜歡他 大家都叫他 國王的朋友 故事說完了 乃姬哥哥 你還想要當國王嗎 這個國王 我看我還是不要了 當國王要處理國家大師 照顧人民 還要防放敵人 這太累了 太累了 我還是當一個快樂的 張美墨就好了啦 其實當國王 我們就比喻像是 跑步比賽得到冠軍 如果想要保持冠軍的話 就要不斷地努力向前 喔 這樣我就懂了 不能因為你得過一次冠軍 就開始鬆懈 不然隨時都會被人家超車 被人家超越 沒錯 但我有問題 請說 不是要問你 我要問你目前的大朋友小朋友 你們有沒有發現 這五個國家出了什麼問題 如果你是國王 你又會怎麼治理這個國家呢 歡迎在大家在底下留言 告訴我們喔 好的 那麼今天的故事說完啦 我們指風車繪本故事劇場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apare人家的外秘 announcements idades 找人家 bets 換人家 bet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